李源子和陈家洛在西湖三坛应乐处深夜比武,李源子一把芙蓉金针连灰三灰,三匹金针分上中下三路向陈家洛打去。 陈家洛在石墩子上面无处可避啊,于是双腿外挺,身子凌空,平卧湖面,左臂平身,手掌摁在石墩子的顶上,这三匹金针呢,从他胳膊上掠过去,嗤嗤声响,落入湖中。 他左掌一使劲,人已经跃了起来,身上居然没有见着一点湖水。 李源子三招没把他逼离石墩子,知道自己绝非对手,叫了一声,后会有期,再见吧,就要窜进小营州的亭子里。 陈家洛叫道,你也接我一招。 话声刚完,人已经跃了起来,柳枝向他脸上扶来。 李源子吃过苦头,举剑在面前挽个平花,想削断他的柳枝。 哪知道,这柳枝等剑削到,已经随着便士裹住剑身,只敢过一股大力,要把他的长剑夺去,同时对方的左手也向自己的胸部摁了过来。 李源子又惊又羞,右手指的松开剑柄,左掌一挡,与他的左掌相比,借着他一摁之劲,跳上了右边的石墩子。 李源子的长剑飞上天空,落下来的时候,陈家洛伸手接住。 李源子含羞骂道,哼,还亏你是个总作主呢,使这般下流的招数。 陈家洛一愣,胡说八道,哪里下流? 李源子一想,对方又不知道自己是个女子,使这一招出于无心。 当下不打话,一提气,就纵向小营州的亭子。 陈家洛将他身子一动,已经知道他的意思了,他的身法更快,随着纵路过去。 李源子跳道的时候,已经看见陈家洛站在他身前,双手托出长剑,脸色温和,把剑递了过来。 李源子鼓起了腮帮,接过了剑,还剑入鞘,掉头变走。 这个时候,天色已经微微的亮了,陈家洛把衣机上的红花取下来,放进袋里,缓步走向城东后朝门。 到城边的时候,城门已经开了,守门的清兵向陈家洛凝视一下, 突然双手交叉胸前,俯身致敬,原来他是红花会中人。 陈家洛点点头,出了城门。 那清兵问,总舵主出城,可要一匹坐骑。 陈家洛说,好吧。 那清兵欢天喜地地去了,不一会儿牵了一匹马来,后面跟着两名小官,骑向陈家洛弯腰致敬。 他们得有机会向总舵主效劳,都感到甚是荣幸。 陈家洛上马奔驰,八十多里,快马两个多时辰也就到了,四台时分已经到达海宁城的西门安树门。 他离家十年,此番重来,见景色依旧,自己幼时在上面西游的城墙也毫无变动。 青草杀石,似乎都是昔日所曾俯弄。 他怕撞见熟人,掉过码头,向北郊走了五六里路,找一家农家歇了。 吃过中饭,放头便睡,折腾了一夜,此时睡得十分香甜。 那农家夫妇见他是公子打扮,说的又是本乡土话,招待的甚是殷勤。 傍晚,杀至鸡款待。 陈家洛问起近年的情形,那农人说,皇上最近下旨,免了海宁全县三年前两,那都是瞧着陈阁老的面子。 陈家洛心想,父亲逝世多年,时事猜不透,皇帝何以对他家近年忽然特加恩宠。 吃过晚饭,拿三两银子卸了农家,纵马入城,先到南门,坐在海棠上望海。 回忆,儿时母亲多次斜了她的手在此观巢,眼眶又不禁湿润起来。 眼见天色见黑,海中白色泡沫都变成了模糊一片, 把马系上海棠柳树,向城西北自己家里奔去。 陈家洛到的家门,忽然一呆,他祖居本名宇元。 这个时候元典已经换了,换上了一个新典,写着安兰元三个字。 兰是波兰的兰,笔质圆柔,认得是乾隆玉笔青蹄。 旧军旁边又盖着一大片新屋,亭台楼阁不计其数,他心中一愣,跳进了围墙。 一进去,就见到一座亭子,亭子中间有一块大石碑。 走进亭去,月光照在碑上,见碑文俱新,刻着六首五颜律诗。 题目是,玉智驻臣氏安兰元,吉氏杂勇。 碑文的字迹也是乾隆所述。 心里想,啊,原来皇帝到我家来过了。 在月光下面,他就读碑上的御诗。 名媛陈氏叶,提额月安兰。 制止元关海,居庭暂解安。 金堤祝仇固,沙主掌兮宽。 总景万民欺,飞巡一己欢。 陈家洛心想,这皇帝口是心非,自己出来游山玩水也就罢了。 说什么,总景万民欺,飞巡一己欢。 又读下去,两室凤驰边,高楼瑞早悬。 我恩赖奇朔,士姓怯临权。 是日亭台景,秋游绝止闲。 官兰还返嫁,共账慢求炎。 他知道,第二句是指楼中所权雍正皇帝御书林泉奇朔的点额。 见下面四首诗都是称赏园中风物。 对陈家功名勋业,颇有美言,诗虽不佳,但对自己家里很是客气,子也不免高兴。 游戏,折入长廊,经苍波玉井之轩,而至淮碧堂。 见堂中学的一块心点,写着爱日堂三个字,也是乾隆所书。 形色,爱日二字,是指儿子孝父母。 这句话出于法言。 那是感叹,奉侍父母的日子不能长久,多一天和父母相聚,便好一天,因此对每一天都感到眷恋。 这两个字,由我来写才何道理,怎么皇帝亲笔写在这里? 这个皇帝学问未免欠通。 出的堂来,经赤兰曲桥,天香屋,北转至十二楼边,过群方阁,逐深何静宣,过桥,逐阴深处,便是母亲的旧居云香馆。 只见管钱,也换上了心点,写着春灰堂三个字,也是乾隆的玉笔。 陈家洛心中一酸,坐在山石之上,心想,梦娇的诗,慈母手中谢,游子身上矣。 林行蜜蜜逢,一孔迟迟归,谁言寸草心,抱得三春灰。 这一首诗,真是为我写照了。 她看着这三个字,想起母亲的慈爱,又不禁掉下泪来。 突然之间,全身一震,跳了起来,心想,嗯,春灰二字,是儿子敢念母恩的典国,除此之外更无他意。 皇帝写这块典,挂在我妈妈的楼上,这是什么用意呢? 他再不冲,也不会如此胡来啊。 难道他料我,毕竟归来醒目,特意洗了这些匾额,来笼络我吗? 沉阴良久,难解其意。 当下轻轻上楼,闪在楼台边一张望,见房内无人,房内布置,宛若母亲生时。 红木家具,雕花大床,苗津衣箱,仍是放在他看了十多年的地方,桌上明晃晃的点着一只红竹。 忽然,阁房脚步声响,一个人走进房来。 他缩身躲在一语,见进来的是个老妈妈。 他一见背影,忍不住就要呼叫出声。 原来,那是他母亲的正嫁丫鬟,瑞芳。 陈家洛从小就由他抚育带领,直到十五岁,是下人中最亲近之人。 瑞芳进房后,拿了抹育带领,把各件家具慢慢地逐一擦得干干净净,然后坐在椅子上发了一阵呆。 在床上枕头底下摸出一顶小孩的帽子,不住抚摸叹气。 那是一顶大红缎子的绣花帽,帽子上盯着一块绿玉。 绿玉的四周是八颗大珠子,正是陈家洛儿时所戴。 他再也忍耐不住了,一个箭步送进房去,抱住了他。 瑞芳打吃一惊,张嘴响叫,陈家洛一伸手捂住了他的嘴,别嚷,是我。 瑞芳看着他脸,吓得说不出话来。 原来陈家洛十五岁离家,十年之后,相貌神情都已经大变了,而五十多岁的老婆婆,十年间却没有多大的改变。 瑞芳,我是三官呐,你不认得了吗? 瑞芳,物子迷迷往往。 你,你是三官,你回,回来了? 陈家洛十五岁离家,陈家洛微笑点头。 瑞芳神志鉴定,依稀在他脸上看到了三官那淘气孩子的容貌,突然伸出双臂,抱住了他,放声哭了出来。 陈家洛连忙摇手,别让人知道我回来了,快别哭。 不碍事的,他们都到新园子里去了,车里没有人。 那新园子是怎么回事啊? 啊,今年上半年才造的,不知用了几十万两银子呢,也不知道有什么用。 陈家洛知道,他对这些事情不大明白,就问,我妈是怎么去世的?她生了什么病呢? 瑞芳掏出手帕来擦眼泪。 哎,小姐那一天啊,不知道为什么,很不开心。 一连三天没好好吃饭,就得了病,拖了十多天,就过去了。 说到这儿,轻轻啜气。 小姐过去的时候,老惦记你啊,说三官啊,他还没来吗?我要三官来啊,这样叫了两天才死啊。 陈家洛呜咽着,我,我真是不孝。 妈,妈临死的时候,要见我一面也见不着,妈妈的坟在哪里? 在新造的海神庙后面。 海神庙? 是啊,那也是今年春天刚造的,庙大集了,在海棠边上。 瑞姑,我去看看再说。 不,不能。 陈家洛已经从窗子里边飞升出去了。 从家里到海棠,是他最熟悉的道路,片刻间就已经奔到了。 只见西头高楼凌空,是几座儿时所未见之物语,想必是海神庙了,于是竟向庙门走去。 忽然,庙左庙右,同时响起了轻微的脚步声,他急忙后退,说在一棵柳树之后,只见神庙左右分别穿出两个黑衣人来。 四个人在庙门口举手打个招呼,脚步不停,分向庙左庙右,奔了下去。 他十分奇怪,心想,海宁是海宇小县,看这四个人武功,均各不弱,到这里来,不知道有什么图谋。 正想跟踪过去查看,忽然,脚步声又起,又是四个人从庙旁边包抄过来。 这四个人的身材模样和先前四个人并不相同,他更是诧异。 等这四个人交叉而过,就一提气,跃上庙门,横躺墙顶,扶手下势。 黑影起初,又有四个人盘绕过去,纵目一数啊,总共约有四十个人之多,一个个绕着海神庙打圈子,全神贯注,一声不作,武功均非泛泛。 难道,是什么教派行拜神疑点,还是大帮海盗在此聚会分赃,怕人抢夺,以致巡逻如此严密? 若不是自己轻功了得,见机又快,早就给他们察觉了。 他好奇心起,轻轻跳下,隐身墙边,溜进大殿中,查看。 东殿,供的是建造海棠的吴越王前流,西殿供的是朝神吴子虚和文种,再到中殿,殿上香烟缭绕,蜡烛点得黄亮。 心想,这里供的不知是何神指,抬头一看,不禁惊得呆了。 中间端坐的朝神,面目清秀,下壳微痴,一如自己父亲,臣哥老生时。 陈家洛奇异万分,忍不住轻轻的一个一声。 只听着殿外传来脚步之声,忙隐身在一座大钟之后。 一会儿,四个人走进殿来,这四个人身穿一色的黑衣,手中拿着冰刃,在殿中绕了一圈,又走了出去。 他见左边有一扇门开着,悄悄走过去,向外张望,见是一条长长的白石涌道直通出去,气态宏伟,宛如北京进城宫殿的规模。 他心想,要走上这条白石涌道,难免被人发觉。 于是,跃上涌道之顶,悠悠烟一般,到了涌道的末端。 一看,下面那人轻轻的跃了下去。 过去又是一座神殿,殿外写着天后宫三个大字。 殿门并没有关闭,殿走进去瞻仰神像,这一下比刚才惊讶更甚。 原来,天后神像脸如满月,双目微扬,竟然和自己的生母徐氏的相貌一模一样。 越看越起,如入无礼物中,转身奔出去寻找母亲的坟墓,只见天后宫之后搭着一排连绵不断的黄布帐篷。 当下,隐身墙角往外注视,眼光到处,竟是身穿黑衣的壮汉,在黄布帐篷外来回巡视。 今晚所见的景象,具非想象所及,虽见这些人戒备森严,但一高人胆大,决心看着明白,在地下慢慢的爬进帐篷。 等两名黑衣人一背转身,就掀开帐篷,撑,钻了进去。 先趴在地上不动,细听外面并没有声息,直到自己的踪迹没有被发现。 他回过头来,只见帐篷中啊,空空框框,一个人也没有。 地下整理的十分平整,草根都已经产得干干净净。 帐篷是一座接着一座,就如一条大涌道一般,一直通向后边。 每一座帐篷当中都点着巨竹油灯,照着一片雪亮。 一眼望去,两台灯光就如两条小火龙一般伸展出去。 不由得一阵迷惘,一阵惊惧,百思不得其切。 一步一步向前走去,当真如在梦中。 私下里,静悄悄的,只有蜡烛上的灯花,偶尔爆裂开来,发出轻微的声息。 他屏息,提气,走了几十步,忽听到前面有一副响动之声,帮朝旁边一躲。 隔了半场,见没有动静,又往前走了几步。 灯光下,只见前面融起了两座并列的大坟,有一个人面坟而坐。 坟前各有一杯,提着诸红大字。 一块杯上写的是,黄青太子太妇文元阁大学士公部尚书,陈温秦宫会士官之墓。 另一块杯上写的是,黄青衣品夫人陈母徐夫人之墓。 陈家洛在烛光下看得明白,心中一酸,原来自己的父母亲葬在此处,也顾不得危机四伏,就要扑上去哭拜。 刚跨出一步,忽然坐在坟前的那个人站了起来。 陈家洛忙站定身子,只见他站着向坟凝视片刻,突然跪倒,拜了几拜,伏地不起,看他背心抽动,似在哭泣。 见此情形,陈家洛低方疑虑之心,尽消。 此人既在父母坟前哭拜,不是自己的亲属,也必是父亲的门声顾立。 见他哭泣甚悲,轻轻地走上前去,在他肩头轻开,说道,请起来吧。 那个人一惊,突然跳起来,却不转身,历生地贺问,谁? 对!